你好,何大米又煮這些 我今天就是A準41826 這裡是這樣,還有這個 即是告訴你,有耳朵 疫情嚴峻了,我們現在已經降級了 原本又要這個又要那個,蘋果批都要麵粉 今天麵粉也沒有,麵粉也節省了 不過拿一些更難的東西,叫做杏仁粉 杏仁粉做什麼呢?做蛋糕 我們做一個杏家橙蛋糕,好嗎? 這個蛋糕真的是有思義,最簡單最快的蛋糕 所以我特意弄多些東西出來 讓大家不太覺得,其實簡單得不得了 首先就是杏仁粉,蛋糕就有蛋 橙,橙在哪裡呢?是不是這個呢?不是 時間關係呢,橙就炆了 我們來看另一段影片 另一段影片就是講 這段影片就是怎樣處理橙 首先早一晚,把橙什麼都不要切 不停地洗乾淨 洗完之後就放進一個高速鍋裡 這個就是高速鍋 你不用高速鍋都可以 不用高速鍋就用普通鍋,低速鍋 用低速鍋就煮兩個小時 如果用高速鍋就煮半個小時 這樣就來了 那煮完之後呢,就不要打開 好像剛才那樣,用才打開 放一晚都可以的 放一晚之後,基本上它就會變軟了 這裏很流行的,叫做燉了 這樣就叫燉了,我不知道為什麼叫燉 總之呢,出來的時候呢 仍然是完整的一個橙 但是呢,一捏就爛了 不要捏著 我先量一下多重 那要多少呢? 橙就要... 要橙和金 橙和金有兩種不同的味道 這個金都是軟軟軟的 好像就散就散的 應該就散,我們待會把它弄散 這裏有770克 我們今天做兩份 高速鍋最重要的是什麼? 安全 因為呢,它很快就滾了 一滾了它就會彈起了 好像剛才那個片一樣 彈起,但是一圈就代表110度 但是兩圈120度 那麼它越高溫就彈越高 但是你不要那麼高興 因為彈一圈開始要關小火 而且呢,煮高速鍋的時候 它有一個氣孔 這個氣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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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高速鍋都有一個氣孔 這個氣孔千萬不要阻塞它 所以你煮高速鍋的東西 最好就是水 好像這些 水就這樣就對了 煲湯就一流了 千萬不要煮紅豆沙 粥啊,那些稠的東西 因為稠的東西會塞了一個洞 一塞了一個洞 就會爆炸 那時候真是... 家居意外 唉,我啦 講了給你知道的 到時候不要找我捐錢 700多克 怎樣處理呢 這個蛋糕只有三個步驟 橙 700多克就放進去 嘩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安全很重要 因為你叫十字車 可能叫兩年才到的 一、兩分鐘就完成了 有些煙味了 它已經開始投訴 頂不住了 那這個跟著怎樣呢 兩個大橙、一個金 我們要加六隻蛋 六隻蛋 六隻蛋 然後要發 咦,不是喔 先加什麼呢 有兩款顏色的蛋 聽說呢 什麼顏色的蛋 一樣的味道 有蛋 有橙 跟著呢 材料就是杏仁和糖 杏仁和糖 之前呢 因為我要分開兩次 那我就先做個蛋 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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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的 就 沒什麼所謂的 你喜歡什麼形狀也可以 圓啊方也可以 這個蛋糕到最後 真的很討厭 會加很多糖 糖水 糖漿 是一個濕的蛋糕 大概做到兩個鍋 夠用就可以了 然後呢 就把這個東西 因為太多 就倒一半出來 上一集說過 一隻蛋的份量多少 57克左右 這些蛋呢 是工業製品來的 57克 六、七、六、六、三百六 如果是三隻蛋 三隻蛋 三隻蛋 一百八十克 一百八十克再加 剛才說的 七百幾克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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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三百五十 三百七十幾克 再加一百下得頭 我們倒一半出來 分兩次做 差不多了 如果喜歡吃甜一點 就加多些糖 這個蛋糕呢 就需要多少糖呢 很厲害 一磅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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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呢 不要說那麼多了 一磅糖 我們真的吃不起 一磅糖 正常人都不會吃到那麼多 我們就250克 250克的八字 八字就是減50 即是200克左右 200克的糖 一磅糖 也很多 你看看 你平時就吃這些 是啊 有你便宜 二百幾克的糖 200克的糖 即是多少 200克的糖 一磅 大概是五克 四磅 就二十克 那二百克呢 四十克 四十克 四十克而已 不是太多 200克 就給一百 這裡就給一百 還未完 還有一件事 這個又一磅 這個很重要 我們今天用的是 蛋糕不用麵粉 高筋低筋 這個叫做無筋 為什麼呢 因為 這個叫做杏仁粉 杏仁是無筋 當然 杏仁是無筋 還有杏仁不單止無筋 它沒有味道 它不會吸你那股味 不會吸掉蛋糕其他的味道 不用磅 這個 一包是一百的 一人一半 一人一半 一百二十五 嘩 它受不了 我們會減數的 一百二十 減了一百二十五 多了 有邏輯的 我們減了一百二十五 剩下這裏 那裏就一百二十五 真的 好 時間關係 我們又按這個按鈕 其實真的很快 如果不是要分一分 基本上 整起了 因為我按完這個按鈕之後 第一個 第一個 啊 漏了一件 忘記放這件 這個 這是什麼 這個叫做 煙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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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的 煙鍋 全部加上 要放大約一茶匙 那麼我們來用一半茶匙 這個鍋煙鍋 不要亂做 幫它做 就把它們弄好了 要預熱焗爐 因為做得快到那麼緊 其實已經可以焗爐了 即公投為用 第一個 做到第二個 這個蛋糕因為實在太容易 你只需要一晚把橙煮好 沒有高充鍋是不要緊的 用普通鍋一樣 但不要太大火 因為太大火會滾爛 橙皮全部分散開 那就大件事了 小火但要燜兩小時 慢慢 這個蛋糕做完之後 我們還有一個手續 就是開箱 開箱完之後 在表面要加一些糖漿 加糖漿 基本上又完成了 但是呢 我們很專業的 專業要做些人做不到的事 放進去 這個東西很漂亮 等一下 還有一件好東西 時間關係 這是什麼來的呢 這是最佳的材務策劃師 這是什麼來的 沒錯 時間關係 昨晚呢 就把這個橙剝皮 你看到另一段片 還有呢 連帶這個旁邊 在旁邊 不好的檸檬都剝皮 剝皮之後呢 就在這裏了 首先呢 不斷地烘一烘它 因為我想它 糖漬化 就放進去 這個酒那裏 這個酒就是沒錯 均度橙酒 是不是均度橙酒 然後呢 均度橙酒 然後呢 均度橙酒 再加糖 就放進去 人家要泡多久呢 泡28天 我們沒有28天 是不是 28個小時都沒有 那我們就泡一晚 可以的了 但是不要現在放進去 因為有酒有成的 它乾 我們煮一個小時 會乾乾 乾乾 不碰 這個就去焗焗 開始焗了 八九度 熱一點 熱一點都可以 熱一點都不要緊 開始熱一點都可以 你猜沒有位置放的 你猜真的 這個蛋蛋東西呢 最好是加一點水 就是這樣 一個小時 每隔20分鐘網絡一次 那就OK的了 應該很乖的 我們出去吃 這個蛋糕呢 要多謝網友的Karen 她要求的 這個 過了40分鐘 剩下20分鐘 那做些什麼呢 我們剛才說 有這樣的醬 浸了一晚 酒 均度橙酒 和帶兩堂 這個醬 我打開給你看看 因為我要加上面 這個就不能太早加 如果太早加 出現的問題就是 它會焦 焦得很快 現在都會焦 但是就不會焦得那麼快 大概 所以你會覺得 其實我們 那個檸檬醬 越多越好 在這個階段 是不是覺得 這些東西 做多一點 無事底呢 正說就是 這個份量 是一個檸檬 一個橙 的醬 其實這樣割下去 只有半個 半個皮而已 因為另一半好像斑馬 沒有割出來 你很手勢就把另一半割出來 這個就繼續焦多20分鐘 我現在去做個糖水 因為那個蛋糕實在是太簡單了 剛才這樣 焦完出來之後 切開吃都沒問題 當然是放冷 但是時間關係 我們有一件事很重要 要加個糖水 不甜就弄得它甜 糖水 還有一些 換碟 做兩件事 這兩件事都非常簡單 我剛才說的是橙的蛋糕 我們就做一個檸檬的糖水 檸檬的糖水 第一就是檸檬 原來這麼利的刀 不用磨 檸檬 檸檬 月過 小時候很喜歡一個 月過 不是夾過 我到現在都不太明白 這是月過不是夾過 一個 兩個不是餅過 兩個是什麼呢 月月過 檸檬就是這樣 檸檬汁 檸檬汁 我們待會煮糖 不要煮那麼久 煮得久 檸檬汁會苦 一整個 一整個 那糖加多少呢 糖就 糖就沒什麼所謂 這個情況 這個情況 我私宜 放多一點不要緊 因為放多一點 最終你不放完就可以了 是吧 多少 47 差不多 50多60 煮糖 就是這樣的 糖本身經常說煮熔 但這個熔不是金屬那種熔 不要誤會 這是有機入物 就是三點水的熔字 意思就是 煮到它化開 所以你不要想著 熱一點就煮熔 煮熱一點就熔 不會的 這個等如一棵樹一樣 你會不會把一棵樹煮熔 變成水 變成焦糖 就可以了 這個呢 當然要玩玩玩 因為有生意 有客人 現在大家都看到我好像在做事 切 切個橙 切個橙 切得不漂亮 糟糕了 我要一個個橙 不要裡面的筋 那怎麼辦呢 這個都很標準做法 用這個 快鏡完畢了 因為現在呢 酒店要賺你錢 一個橙 怎樣賺你錢呢 就這樣 你看到兩個橙 兩個Wash 中間 有一塊東西 中間隔開了 你就切下去 這樣就一塊 多漂亮 待會橙蛋糕放在中間 給三塊這些東西 那就收貴很多的了 還要再一次 再次收貴 你喜歡的 要加蚣 多久 也要再次收貴 收貴 一份 大小的 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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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份 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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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份 煮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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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塊橘子就剩下這麼多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放進去煮 這樣放進去煮,不要浪費 完成 稍後就加熱,變成糖漿 蛋糕做起來,趁熱,碰碎,淋上去 完成,可以吃 完成 已經一個小時了,很緊張 先打開看看,可以嗎 看起來不錯,這些挺漂亮的 好,我們就拿出來 有點熱 現在有幾件事 一件事 就是剛剛煮了糖漿 我忘了所有材料都雙倍 所以我剛才把所有材料加進去 這個糖漿所有材料都成意 好,這兩個蛋糕,怎樣選擇呢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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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我們做事很有透明度 所以就把它捉開 趁熱 有糖尿病的朋友,快點康復,沒辦法 這些東西多一點不要緊,因為糖尿病會全部滲下去 然後冷卻的時候,蛋糕會走在一起,很棒 所以現在不要理它,我們先吃正餐 待會這個,等等它 好像落石屎一樣 落完石屎要震槍 這些檸檬皮、橙皮可以凸出來 等等它,會沉下去,這個也會 萬眾期待的,試食時間又到了 所謂萬眾期待就是我,我本人就是萬眾 這個有兩個波,怎麼辦呢? 吃哪個好呢?這個圓的,是不是? 有圓的,有長方的 這些就是有規矩,是不是? 有規矩,為什麼? 有規矩才可以成方圓 我們今天吃個長的,不是我們,是我 我今天吃過長的 基本上,你早一晚就把橙煮熟了 把橙煮熟了之後,第二天就把橙打爛它 打爛它之後呢,就加些東西了 加Almond,如果沒有Almond,其實麵粉也可以 就是,杏仁好一點,因為杏仁它本身不會吸收味 那些橙的味道就會出一點 那不是,我沒有,買不到,現在鼻困加中 那麵粉看就沒有了 如果麵粉也沒有,那你唯有麥當當 是,不要介意,吃先不等了 是濕的,是軟的 是對的,是這樣的,軟軟的 所以這個蛋糕不可能失敗 就是,將蛋,煮熟粉,杏仁,橙,糖,全部打爛它 接著就,一個小時 嘩,正在什麼呢 那些蛋味好出 原因呢,就是杏仁本身不吸收味 就是這樣 嗯 好正啊,即是濕濕的 這個可以放一兩天吃都可以 但是我想說呢 不知道過不過今晚 嘩,好正 好容易做的,是不是好容易做的 三個步驟,一個多小時就搞定了 做吧,快點做 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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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各位朋友可以订阅订阅 我会做多一些好的片段给大家看 多谢